僅得7秒去舊機 777學神降落淚視 載著300多個乘客和機組人員 負責駕駛波音777降落三分市隔 原來是韓鴨航空一個實習副機師 韓鴨昨日證實 客機出事時 是由駕駛777只有43小時經驗駕 新仔副機師操控 由照掛3000小時經驗的證機師 即是從旁監督 而客機黑合 和錄音紀錄顯示 當時客機的降落速度 保持低過安全降落價標準時速253公里 就是出事前7秒 其中一個機師突然要求加速 3秒後失速預警中置響起 數據顯示有門有啟動加速 引擎反應正常 機師又跟控制塔港取消降落 然後嘗試追到爬升 可惜未能力玩狂難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局拒絕評論意外 是否人為失誤 但就說調查重點 將會是為何機師未能及時修正降落降速 以韓駕強調 這種實地訓練在業內官場做法 有依足國際規則 目前仍然有超過30個傷者留意 百人情況危態 其中兩個直椎受傷導致癱瘓 墜機時 還有人可能因為頭部撞到行李貴弄傷 又或者坐毀承受大力衝擊 被安全帶勒到內出血 和直椎受創 另外有生還者提到 要空姐和救援人員剪爛安全帶 他們才可以脫險 原來救回他們一命的安全帶 都可以是雙人劍 大嶼